好,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两组 一个称之为叫负质运算符和内存访问的符号 那这些符号我们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负质运算其实我们大家用的最多 等号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对于负质运算 我们其实是想这样说 就说比如说我们在上一节课中已经提到的未运算 比如说我们说A或上0s1左移5位 是不是 那么这是我们对第五个比特进行自卫的一种方法 那这种方法我们现在有个疑问了 这个方法A变没变 就是我们不是在不断的给它变吗 或者是这样来说0x或者这样飞上A 就是对A取反A变没变 比如A原来是全0然后现在全1A变没变 这点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么多运算符 这么多运算符 它都不具备负的能力 就都不具备让我们原有数字进行一个什么 改变的能力 当然最典型的比如你说A加B 那你说A变不变呢 这个大家很想要理解 肯定是不变的 对不对 你只有让什么 是不是让这个操作A重新复过去才能变 对不对 所以复制操作一定要注意 前面所定义的所有的符号 所有的符号 它都不具备自更新能力 都不具备更新能力 或者是只有等号具备更新 然后更新给谁 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就是符合运算 那这个符合运算我们也不用去特意去记 其实就是前面这些所谓更新 所谓的算术操作符号中 再加上一个等号 那么变为自更新 那么最典型的方法就是A加等 A加等于B 是不是 那也说这个东西怎么记 你看这样记 你不是A加B吗 然后你现在又想等于A 是不是 你这样写也行 这样写也行 但是我们说你在A加B的基础上加到后面 你看加到后面 我再放一个等号 那其实这样的话 其实也就构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多米 那个二指 就是二位运算 所以这个呢 这种符号 大家把它记住就行 大家把它记住就行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 你要对一个位置位怎么办 那我就可以这样写 A或上等 然后怎么 你看还是一样 你看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看1不是左于5位吗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操作 对于A来说是不能变的 怎么样让A变呢 只要在或这个操作上 再多一个符号 就等号 好了 这就变成了或等 那么与操作一样的 与等 所以你可以改一下 你看再把它改一下 A 与 与上谁 0x1 0x1 左1 我这写5 以后你们就写成N对 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这地方是不是还是一样 去反 对不对 还是你要做自更新怎么办 没关系 这等号一出来 是不是就出来了 看没有 所以我们的更多的时候 偷懒写法就这样写 但如果你想这样写 没有任何人说你 就是你这个看你个人习惯 好吧 但这个我们大家看懂就可以 好 这是关于我们复制运算 我们想要说的 这个难度不大 只是我们一定要小心 就是说关于前面的内容 它都没有复 只是现在我们有个专门的复制运算符 来帮我们来进行一个更新 或者是制更新 好 然后最后一种 我们内存符号 因为这个都要涉及到指针 和一些其他的更深层的操作 所以我们这可以先过一下 其中原括号 原括号的使用有两种方法 一种我们就称之为叫做限制符 什么叫限制符呢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优先级的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你有加有乘 对吧 那很很想先做乘 对不对 但我确实是想做什么 比如你看 A加B乘以C 对不对 但我确实是要做A加B怎么办 没关系 加上什么 加括号 对不对 所以这是限制符 而且这个限制符 我们也希望大家没事就用它 因为我们那种优先级 你确确实是不想记 或者你没有必要去记 你觉得你要干什么事情 你就把这个括号 一定要当成最高优先级 一定要先执行它 然后再执行它 你自己来规划 免得有奇异性 不要去记哪个符号的优先级 高哪个符号 后来优先级低 这个其实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好 这是限制 当然第二种就是我们函数访问了 因为我们说叫内存访问符号 那就是函数 函数访问符号了 访问符号 那么这个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你看 我们函数定义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定义 加原括号 对不对 函数调用怎么办 F1 是不是调用 所以说你看名称后面价格原括号 就是访问了 我们把这个标签当成一个什么 当成一个特殊的地址 函数地函数 然后把它调进去 看没有 所以原括号 那么方括号呢 我们也称之为叫数主 但是后期我会给大家说 其实识议员没有数主的概念 没有数主的概念 只是它是一种什么 它其实方括号可以认为是一种叫什么 叫内存访问 内存访问的一个什么 一个标签符号 应该称为 叫ID符号 访问的ID符号 啥意思呢 就你看我们数主 如果要按照数主的思路来写 你看有A1 对吧 还有A2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第一个标签 第一个ID号 第二个ID号 然后第三个意思类推 意思类推 这就是C元的思想 其实并没有什么 就是你没有必要把数主 又当成一个存的新的概念 你就把它当成内存 其实就是更好理解 这个后面我们单独再说 方括号 然后大括号不用说了 这是函数体的限制符了 对不对 函数 函数体的限制符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 比如说我们刚刚原来说的 structor 那个共有体 对不对 这些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定义符号 就是你这里的空间 是怎么定义给ABC的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大括号 这个大括号我们了解了解就可以 然后这个 箭头和点 就是我们什么 对于连续空间 也就是自定义空间中 不同成员变量的访问方法 其中这个箭头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称之为是地质访问 这是变量访问 这个都比较基础 这个大家在技术阶段可能都看到过 好 然后这两个操作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一个是微运算了 当然这个你要微运算要看 就是它前后两边是什么 是数字才叫微运算 如果是个变量名 那么叫取地质 对不对 好 你看比如这样 你这两边后面 关于后边 后边如果是数 那就啥微运算 如果是个名字 那就是取地质 对不对 还是一样 星 那么星也是一样 如果是星P 那么变量名 那我们说就是它是什么 代表指针 如果是数字咋办 数字 所以说这些符号 由于不同的也叫后缀 或者说的限制符 那么C元编辑会把它按照不同的意义去解释 其实总的来说 对于这些运算符和关键字 我们都可以什么认为 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 C元编辑一先定义的一些什么 特殊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特殊 由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其实就是让C元编辑器 把我们写的一些思想 给它抽离出来 比如说我要定义空间 还是使用空间 取空间地址 对不对 这些方式 所以对于这些 我们不需要让大家去全部记住 但是你至少 只能够在学完C元过后 或者是在以后学到一定课程过后 你把这些关键字和常用符号 都能够看到过后 立刻想到我在什么场景下 用过这样的符号 而且确实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 不断累积的过程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运算服务中 所需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基本概念 感谢观看